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眼专注盯着文献资料 连饭都有一口每一口吃的他 是这次的同行医师杨振昌 平常众人必知唯恐不及的读 杨振昌医师学到这把岁数 却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其实我本来也不是要学读物科 第三年住院医师的时候 刚好轮派到这个读物科来做住院医师 才发现这个读物科其实非常有趣 一方面它很生活化 它很多元 你会觉得说每天好像都在学新的东西 受到现在已经做了二十几年 其实我每天我常常觉得 都还有看到新的事物 对 因为毕竟有读物是太多了 也因此杨医师必须随时保持对读物的敏锐度 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准确判断 例如昏睡 呼吸缓慢 瞳孔缩小的病人 杨医师一看就知道是毒品中毒 立刻能找出相对应解读剂进行急救 另外过去常有人误食 只要喝一口就会在几周内导致肺功能恶化 甚至纤维化 最后呼吸衰竭死亡率高达70%的农药巴拉液 杨医师也曾依靠着经验及时判断 就被好几个病患 远从1994年的屏东之温罗 河豚毒素 2008年台南鸡排瘦肉精 2011年葡萄催牙记下毒事件 桑林清安 速打记 低光油 大大小小的食安事件总能看到杨振昌的身影为民众把关解答 但身为权威 没句话更会被外界加倍解释 没有一点串席犯错空间 你讲的话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病 虽然你讲的是事实 但是大家会觉得说 他这个厂商就很黑心 对不对 那我们好像讲的好像这个没有到很严重 是不是在帮厂商脱碎 其实不是 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说 这东西没有健康危害那么高 是因为事实上就科学的证据来说 它可能真的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们会希望消费者不要说 因为我不小心吃到一点点 我就是担心说我可能以后会怎样 但是你不应该说 是说一定要到你健康危害才要罚 譬如它是用这个人工的代替天然的 或者说它用破解的产品 或是叶子的产品 这个本来就应该重罚了 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健康危害 这个是我今天拿到的这个 因为它字蛮小的 但是看起来那个标志像是大嘛 除了食安风暴的攻击之外 杨医师觉得笔毒更难解的 其实是心里的毒 三不五十就会看到有人说 他认为他是不是被下毒 像我以前碰过油的食物 是感觉不合理 所以他觉得他的另外一半 可能给他下毒 没有很明确证据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会比较困扰 为什么 因为你常常做的检验也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呢 这个病人他可能不相信 他觉得说明明我中毒 为什么你验不出来 那当然这种时候有些病人 他第一个他可能会对我们会不满 所以我曾经碰过油人的投诉 所以我贪污 真的有交险去说我今天那个之前 也不是进到我口袋嘛 对不对 我以前就碰过一个病人 因为用卡拉面 就后来住到家务病房 后来也做了治疗 但是他其实卡拉面还在用 用卡拉面用的时候 有幻觉他自己切手切手的也碰过 心里的问题当然是一定是要处理 我们通常都会找精神科来帮忙 那后来我们不希望他再来一次 与其他科不同的是 杨医师笑成自己没有所谓的熟客 经费相对容易被删减 但他也笑说没有人再因毒回来 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事 也不是说只是为了 为了说这个钱多啦 或者说为了这个日子比较好过 你有兴趣的 那你才能够做得久